我很久很久沒有看過黃國昌了 不曉得我都沒有遇到過他 那你會跟黃國昌合作嗎? 怎麼樣? 然後看他合作什麼我不曉得 如果他來選台北市長呢? 我到那邊找你們就 我這阿哥在嘴你們都已經在想了 黃國昌可能跟你合作 你去選總統之後黃國昌就來卡台北市長的位置? 我不曉得 我老實講我很久很久沒有看過黃國昌了 不曉得我都沒有遇到過他 那你覺得黃國昌有對你比較好嗎? 其實老實講時代力量的支持者大概70%還是支持我 在過去啦 基本是這樣 本來我們跟時代力量 因為時代力量大部分還是年輕人支持的政黨 所以本來那個支持者就overlap很厲害 那你會跟黃國昌合作嗎? 然後看他合作什麼我不曉得 如果他來選台北市長呢? 我到那邊找你們就 等一下 我這阿哥在嘴你們都已經在想了 那是不是在等郭台銘 然後因為上次你有講 你有出題目給他 那個題目可不可以跟我們透露一下? 不用吧 因為有人猜測說你是問了郭董說 是要怎麼樣才可以贏 是這樣的問題嗎? 不知道 每一個要選的都要回答這個問題 又不是只有我才可以問的嘛 那你問郭董問了什麼回事? 沒有啦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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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底下的問題你們就不用緊張嗎? 那他回應了嗎? 他回應了 他也要想一下 所以他回應了嗎? 他已經知道題目了嗎? 還沒啦 還沒啦 因為對方說他們還沒跟你們的政治聯繫 想像是在等他回過嗎? 那你人都不在嗎? 人都不在要怎麼談? 那他選會比你出來選有症狀嗎? 這個是這樣啦 這個 我也不曉得 很難回答的題目 因為如果他選聽起來是會降低你的參選機能 會改為結合的合作 做模式 唉唷我跟你講 我們今天沒有期待題目可以問嗎? 你覺得如果是被位視角人選還是高嘉瑜最深? 我還是支持他先選港府的立委 他如果要選的話是先選港府的立委 那你被位視角人選其實有底嗎? 沒有啦 想了很久還沒想過來了 好啦 你覺得缺了什麼? 好啦 今天這個位子大儀到這裡就可以額外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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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